我只拥有一道彩虹 嗨,大家好,我是司马凯琳 一个一直在创业路上奔波的人 今天虽然说大雪风路啊 我还是去了趟自己的店 到商场里看一下自己店面的情况 然后有没有物品丢失啊 各种情况 浪费掉了我最后一个 N95的口罩 3M的 因为是最后一个了,没舍得扔 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东西可以重复利用吗 因为毕竟标注的是一次性口罩 今天去了之后啊 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商场啊 除了超市之外 其他的店都没有开门 包括餐业,包括服装 包括我的手机店 还有一些儿童有乐的 都没有开门 但是一些服装店啊 敲言产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啊 让我觉得挺吃惊的 很多店呢 在门口立了一块盘 上面写着呢 购物请自变 扫码交款 这不就是变相实现了 马云的无人便利店吗 以前呢 我们觉得这种店离我们很远 至少在我们大连这种 二线城市来说 一般的孩子不可能 太去实行 但是通过这次疫情啊 我发现各种各样的 经营方式就开始出现了 送货上门啊 还有我刚才说的这种 无人收货啊 就开始实行了 而且并没有通过 咱们所谓的那些高科技 像马云说的那样 扫条形二维码啊 然后这个监督啊 这个不付钱 不开门呢 确实没有这种高科技 只是立了一块小牌子 自行购物 然后扫码付款 下边留了一个付款的二维码 然后在下边再留了一个 店家的电话 也所谓的服务电话吧 如果有问题可以咨询 什么东西找不到啊 也可以给他打电话 然后店主呢 或者厂家呢 每天晚上的下班前半小时 到店面去看一眼 然后熟视一下店面卫生 有哪些东西放置错误啊 更改一下 我们现在发现啊 这个无人店离咱们并不远 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 有些人说 这要建立在大动诚信的基础上 诚信不诚信呢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情况 就像我们现在中国人都富士起来之后啊 对于这个诚信 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的 至少对于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的东西啊 大多数还是很认可去诚信负账的 而且呢 商家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啊 也做到了经营 而购买者呢 也能买到的急需的商品 我觉得这是两圈其美的事情 那么疫情过去之后 这种销售模式会不会保留啊 以后会不会真的没有店员 没有营业员了 我觉得有些店可以试着实行一下 那会不会丢失东西 丢失商品呢 我觉得这个不可避免 如果你要长期执行 这一年下来多多少少 肯定要有一些这方面的损失 商品的丢失 或者是付款啊 或者是哪块出现问题 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现象 我觉得呢 这就要看你的一个成本比了 也就是说 像我们商场店 至少要雇佣两个店员 上午班下午班 因为商场一般都是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嘛 即使不是上午班下午班 也是一天一班 因为没有人能定下来全月 至少一个店要配两个标配人员 两个标配人员 在我们大远的话 一个基本的工资来说 至少也需要六千块钱 这还是不算提成的 基础上 一年下来就是七万两千块钱 所以说你要开一个无人店 就像我说的 你在门口挂个牌 这个进店自行消费 那你就要考虑丢失物品 和店员之间的成本的一个差 如果你觉得你丢失的货品 会超过你店员的工资 那这件事就不可行 如果你觉得丢失的物品 会低于店员的工资 我觉得这件事就可行 而且呢 你还要分自己的种类 如果你卖的都是标品 没有问题 不需要营销人员 客户进去自行选择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卖的是一些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 或者需要讲解的商品 那么没有办法 就必须在公共营业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时期啊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尤其广大实体建筑 都可以尝试一下 用这种经营方式去经营一下 自我感觉一下 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今天就是把我看到的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至少是在目前 能解决一部分实体建筑 开不了门的一个状态 无论你是商场店 还是街边店 都可以把门打开 然后挂上 自行取货 然后有问题 联系电话 多多多少 这样的话呢 你每天到店里啊 只需要用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盘盘货 点点货 摆摆货就可以了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司马开林 喜欢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